提过,就是Function,这个Function当然不是Python的专利 只是说这个Python要怎么去撰写我们的这个Function 前面有练习过了,不过如果要把这个练习结果拿来 第五类这个成绩来做说明的话,该怎么做 首先的话,它这边有个说明,就是它一定要命名为 一定要叫这个名称,叫Compute 而且里面的话要传两个参数,一个叫X跟Y 最后的话要把计算的结果Return回来,大概就这样子 我们再把Return回来的结果把它Pring了出去 就完成这一点,这题实在非常非常简单 当然我们先按步就办,第一个,如果我不写什么 不要写成Function怎么写,很简单嘛 输入一个A,一个B,所以特别只有得到616 所以第一个,请不过一样,先按右键,new一个新的Module Module名称也许我们叫做A502好了,OK 然后呢,这个地方我先,刚刚已经做了 如果说我今天不写一个Function的话,第一步输入个A,输入个B A跟B抓什么呢,抓56跟11 然后呢,最后的话呢,把两个相乘的结果放在Answer 然后最后Pring了,我发现这个好像我们在第一节目就写过了 有没有,类似吧,A等于3,B等于5,然后A乘B等于,有没有,其实这个 但是呢,你想说,如果考试考这么简单的话,那现在 考不出,应该感觉好像有点小看各位 有没有,616,但这一题最重要的是说,你要把这个 程式改写成Function,那怎么写?可以特别注意哦 第一步的话呢,我们如果要把这一题改成Function的话 一,请你在上面怎么样,写 特别说,请你在上面,Enter几下 然后呢,把这个程式写上去,那我们注意来看 第一个的话,请你开头一定要DF 有点像Define吧,Define,然后名称的话要Compute 然后呢,题目里面就跟我讲说,你要带两个参数过来 一个是X,一个是Y 不是一定要叫X跟Y,是带过来之后呢,它有两个参数 名称,一个X,一个Y 那第二个的话,你把Enter 接下来做什么呢?让它计算 计算的话呢,其实就是什么? 把这个地方哦,你可以增加一个,把这个拿过来 把这个翻过来 复制过来 特别之后,我们是A乘B,这边的话把它改成X乘Y的结果 乘完之后的话呢 OK 接下来的话呢 请你把这个结果呢,Return回去 Return的话呢,打一个RE Return就出来 Return什么呢?Return ANS Return到哪里呢? 特别注意哦,它的运作方式 是说把这个计算的结果 存到哪里呢? 这个function里面 也就是这个function本身可以储存东西哦 存什么?存计算结果 那可是问题来了 好,第一个我已经把这个compute的function写完了哦 前面记得,这个一定要缩牌,Return 记得把这个NSReturn 那第二个的话呢 那可是问题哦,我已经写了个function 那我怎么呼叫它 OK 呼叫的方法很简单 我只要怎么样呢? 特别注意哦,我就不用计算了 其实我可以另外一个方法 假设吧,另外一个写法是 我如果要呼叫它的话 因为它要Return值 所以呢,我可以ANS等于 这边打一个什么呢? compute 这名称把它打到 你会发现 Eclipse蛮聪明的 它自动会抓到 你这个function 这个module里面 模组里面有没有 这个一个叫compute 它自动会带出来 compute 然后它问你说呢 compute 再打一下 compute OK,enter一下 它会出现说 请你带两个参数给我 不见得一定要叫X跟Y 你可以带一个A 一个B OK,我就把它输入了这两个东西 丢到这边来 所以丢过来之后的话呢 那它会把这个A 传到X B传到Y 那意思就是说呢 传到这里面之后的话 原来的A 其实就变成X了 原来的B 里面的值就变成Y了 OK,那我就把 其实就等于A乘B的结果 放在Ans里面 然后呢 Return Return 给Ans 那我Ans 就丢给 compute 这个function 帮我存在里面 储存结果就是616 好,那616之后的话呢 我可以把这个结果 因为它已经Return到这里面了 所以如果我要再丢给Ans的话 那其实就这样子丢过来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 那Ans呢 就把它print出来 应该也是616 我们来试一下 所以这个改完之后 不过你会发现 老师你刚刚写的好像比较简单 你为什么写成这样 好像感觉很乱 反而更麻烦 没办法 考试是要考你 会不会写 写这个function 但有的时候 说真的 对,你的问题很好 有的时候有必要这样写吗 当然没有必要 如果你把它写成这样 可不可以Run Run 结果一不一样 一样啊 可是真的还是有很多天才 明明很简单的东西 就要把它写很复杂 哪边可以看到呢 坊间的书籍里面 很多都写成这样子 OK 我都百思不得其解 明明可以写很简单 刚刚那个方法 为什么要把它写成这样子 好,算了 自己去体会 OK 好,执行一下 56 有没有 他如果刚刚加11 另外一个11 所以 把56丢到A 把11丢到B 然后呢 透过这个compute丢过去 return回来的结果 应该就616 OK 得到的结果一不一样 一模一样 可是 本来程式只要写四行 现在变成写七行 但是你将来考试 必不一定要写这样才有分数 你不能写简单的写法 OK 好,另外的话 这个地方还可以再精简一点 什么地方可以精简 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 return到Answer再print 其实还可以更简单 因为 前面想过了 你如果 把什么呢 把这个compute 的结果直接return到这边 可不可以 直接print出来 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 就少一个变数 OK 所以有的时候 如果假设 你像说 丢给一个变数 再print出来 又多一行的话 你可以写成这样子 OK 所以最后的结果的话 大概就是可以写成这样子 来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所以 特别注意 它这个第五类 并不是说 故意 本来简单的程式 把它写的复杂 它主要是考你 会不会 把 某部分的程式 改写成 所谓的function OK 那当然 至于未来要怎么应用 我的 我的心得是这样 因为 简单的事情 就不要复杂化 除非说你们是 那一段程式 它会不断被使用到 有些重复的地方 什么地方 还蛮多地方的 那些功能 好像一直都会用到 你干脆就把它 什么 独立出来 我就丢一个东西 return结果就好了 如果 有这种应用 不过那种应用 通常 程式已经比较复杂了 所以会写成function 大部分 那个地方 程式已经 会有一定的复杂度 才会改写 另外的话 就是teamwork 就是说你可能不止 是你一个人 在撰写程式 如果说 大家如果 假如说 要一起写 那怎么分工呢 也许就是我 分一下吧 你写这些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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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有一个人 写主程式 最后再把它逗起来 如果前提可能要 是 你的规划 规划的 可能一个 比较自身的leader 他可能要先规划 怎么要去分配 最后再分别来写 这也是一个方向 请各位试试看 502题